我今天开始讲进入希腊文明的最巅峰的时代 讲到这个时代,进入这个高潮 讲希腊历史讲到高潮 把前面的东西回顾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什么 首先,我先介绍的是希腊神话 大部分的希腊神话故事,麦罗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就讲爱奇汉文明 克里特文明,麦斯林文明,讲一下 然后讲希腊黑暗时代 等到黑暗时代结束以后,希腊开始进入文明了 我给大家介绍,新给大家介绍三位诗人 和马,和西德德,和萨夫 三位诗人介绍完了后,我给大家介绍奥运会 希腊的奥运会是怎么回事 然后给大家介绍海外大殖民 然后是希腊的自然哲学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希腊文明的政治制度 这个政治制度,斯巴达和雅典去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特别是雅典,怎样建立起它的民主制度 记住这个年份,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蒂尼立法 公元前508年开始 雅典属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国家 上次我又给大家讲了三个诗 一个是阿尔克,一个是平达 希米尼德斯 我已经介绍了六个希腊诗 今天上来先给大家介绍希腊的戏剧 古希腊的戏剧分为悲剧和喜剧两种 什么叫悲剧,什么叫喜剧 直到今天西方的戏剧都叫悲剧和喜剧 这个悲剧和喜剧中文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译成悲剧和喜剧 其实不是说悲剧死人的叫悲剧,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嘻嘻哈哈的叫喜剧 不是这个意思 在古希腊最早的时候 悲剧和喜剧是两种不同的宗教仪式上 在某些宗教活动上演一些什么剧种 然后形成了一种叫悲剧,一种叫喜剧 悲剧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跟山羊 山羊是一个词,所以悲剧叫山羊去 为什么叫山羊,悲剧叫山羊 就是那种动物,在山上走的那种羊 可能跟古代的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一个问题前提到 罗密欧和朱丽叶最后的结局是两个人都死 沙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悲剧吗 不是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喜剧 这个不属于悲剧 沙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里面没有罗密欧和朱丽叶 四大悲剧是什么 比如说奥赛罗,奈克莱斯,里亚王,还有一个哈梅特 在西方的概念里面,什么叫悲剧呢 首先有一个人叫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写过一本书 《诗学》 这样是人类力上第一部完整的美学著作 讲什么文艺作品,诗歌,音乐 讲那种悲剧喜剧的 这是人类力上第一部 哲学性的,理论性的著作 亚里斯多德怎么定义悲剧 所以悲剧是对于严肃的,完美的,有宏大行动的模仿 亚里斯多德写的 所以西方的概念上,悲剧就是反映那种重大的事件 社会矛盾,纠结 而且这种纠结一定是宏大的主题 所以悲剧的这个剧种结果,一般来说会死人啊 或者怎么样 不是说悲剧必须要死 不是说最后哭哭闹闹才是个结局 喜剧是什么呢 在亚里斯多德书里没有找到关于喜剧的定义 喜剧可能最早的形式就是一些小品 春晚的小品 在希腊可能举行某些活动的时候 有人演一些让大家笑的小品 真正的古希腊的喜剧 主要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 在民主社会,政治讽刺剧是很重要的 今天美国也这样 我们中国,大家不太敢拍政治讽刺剧 不太敢讽刺那些政治家 但是雅典是民主社会 所以那些政治家成为那些大家喜剧朝鲜的对象 然后和社会生活喜剧 比如说爱情的故事 家庭的伦理道德 这些都属于喜剧 所以罗密欧朱利耶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小故事 所以才是喜剧 虽然两个人最后都死了 这个死是一个偶然原因造成的 罗密欧朱利耶是一个巧合 不是像尼尔王 不是像哈姆雷尔王 从前到后这个悲意味着最终要产生这么一个悲剧 由于社会,由于人人们的矛盾 最终导致这么一个 哈姆雷尔王 大家可能都熟悉这个故事 一步一步发展下来 罗密欧朱利不是 其实这两个人 罗密欧朱利大家熟悉这个故事 最后这两个人可以圆满的 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结果两个人都死了 这就是悲剧和喜剧 介绍一下雅典人 希腊人怎么演喜剧的 大家知道罗马有一个角斗场 罗马角斗在平原上造出一个人能容 罗马角斗能容纳多少人 七万人还是八万人 这么大一个庞大圈子 角斗场是有人在角斗打架 八万观众在上面看 这些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 古希腊人就是什么呢 演戏中间有人在演戏 把周围围着一群人看 但是要让人多一点的话 古希腊的戏剧就是往往在山坡上造一个剧场 古希腊人就是雅典的一个著名的剧场 古代的一个剧场 今天遗迹还在 演戏的人在下面演戏 上面可以做好多人在上面看 所以说聚光临下往下看 由于后来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继承希腊文明的 所以不光希腊文童 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等 整个地中海就有现在大量的这样的剧场 古代的剧场 古代人是这样看戏的 古希腊人这个演戏 跟我们中国人演戏 中国人也有戏剧 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伟大的学生 光寒清啊 什么这样的人 古希腊跟我们有一点不同 古希腊人重视人 重视个人 我们中国的 你看 三交九楼不入流的戏子 演戏的人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创作戏剧、写剧本的那些人社会地位也很低 光寒清生前根本就没人注意的 只要我们走到近代 等到我们现在接触西方以后 发现西方的那些戏剧家 写剧本的那些人 在西方人看来是简直像民族英雄那样的人 我们才去中国找 我们原来斗罗烟 有斗罗烟这样悲剧性的剧本 有光寒清这样伟大的作家 我们才发现 但是很多东西我们中国人以前 你看元朝、明朝有谁注视光寒清啊 元朝、明朝那些文人里面 有谁把光寒清当成一个伟人来看待 但是希腊人会把创作剧本的人 就是当时创作剧本的人和演戏的人 都参成我们国家的伟人来这样看待 而且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 无论是悲剧和喜剧 都有一年一度的比赛 还是都有获奖 每年获奖 谁获奖 获奖了以后就是城邦的荣誉 都有这样的比赛 这种剧场就是演员在上面演戏 往往希腊的喜剧 他的演员不多 就那么几个人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人就在那边唱 像唱戏一样的就唱 观众在上面看 而且希腊的剧本 观众可能都很熟悉 像我们听经戏一样的 那些戏迷啊 对经戏里面唱什么词啊 他都背都背得出来 有这样的故事 下面演戏的人如果演得不好怎么办 观众就要起哄 是吧 人忌惮 你反前面 是吧 还有呢 就是严重了 演得再不好 人转的好 老人在山高上很随便马路转走 真的有这么一篇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演员 演戏 本来他很专业 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他突然演得很不好 光众就很愤怒 先扔鞋 扔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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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得不过瘾 演员就一边演戏 一边唱一边躲张头 演了好多天 他的朋友就说 你这样太肯 你改行吗 你躲张头 躲张头是需要一滴功夫的 一不然又被砸伤了怎么办 他说不行 我还要再坚持演三天 为什么 等演完这三天 我家里房子就赚好了 挺多的意思 这是真实的一个在古代荣雅的故事 这就是荣雅剧场的样子 介绍几个著名的悲剧作家 第一个叫埃斯库洛斯 当时公元前五二五年到公元前四五五年 大约生活在这个时期 他的有名的几部作品 普鲁米诗斯三部曲 他一般是三部曲 有三个曲的 第一部是普鲁米诗斯被绑起来了 第二部是普鲁米诗斯被放下来了 三部曲 这三部曲的后面两部失传了 我们今天只看到这一部 这一部 现在有人研究 不定是埃斯库洛斯当年的剧文 现在有人研究下来了 但是这个东西很有名 为什么很有名 就是尼采在那个悲剧的认识里 把这种悲剧作为那种范略来写 西江湖底比斯 这是俄地普斯三部曲曲 我上次讲希腊诗话的时候 我没有讲俄地普斯这个诗话 俄地普斯呢 他是底比斯的一个王子 他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的爸爸和国王得到一个什么神谕 说你的儿子竟然把老大也吓死了 他爸爸已经吓死了 赶快把这个儿子刺杀了 怎么把这个儿子给杀了 刺杀了 然后用到野外 野外以后 这个儿子被阿尔布斯 是柯林斯还是什么 柯林斯的国王捡到 柯林斯的国王很可憐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养大 养大养大以后又得到一个声誉 说他要把他老爸给杀了 然后他自己觉得 他把柯林斯的国王当成是他的父亲 他觉得他非常爱戴他的父亲 他说我在柯林斯带下去 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父亲给杀了 所以他决定离开柯林斯 他在路上跟人吵架 动手把一个人给杀了 其实那个人就是唐巴尔和什么的地比斯国王 地比斯国王被人杀了 地比斯没国王了 然后他也要地比斯 他杀了一个怪物 什么怪物叫做 这个故事很有名 那个怪物叫斯芬克斯 你说一个谜语 你搭不上来就把你吃了还是杀了 这个谜语就是说 什么动物一开始有三条腿 早上有三条腿 中午有两条腿 早上有四条腿 中午有两条腿 晚上有三条腿 这个谜语我们现在都知道 就是人 俄迪布斯就把这个谜语给解开了 解开了这个怪物 反正就最后被俄迪布斯给消灭了 然后地比斯人非常开心 迎来一个英雄 他们国王不是也死了吗 就让这个英雄做他们的国王 并且王后不是变成寡妇了吗 王后是他妈妈的国王 结果他又和他妈妈结婚了 他们两个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奴子的关系 结婚了 这是很大的悲剧 结婚以后又有灾难的国家 为什么这是乱人啊 神知道这件事 人不知道神知道这件事 各种各种灾难都降临在蒂比斯这个国家 降临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最后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的妈妈了 然后好像他就逃离蒂比斯 然后他妈妈因为觉得自己的儿子 还生下孩子了 乱人游戏还生下孩子了 然后休愧以来挡 最后他妈妈自杀了 就是阿尔格斯的这个背景 所以说呢 等阿尔格斯他妈妈自杀 阿尔格斯离开这个 七将军蒂比斯怎么回事呢 阿尔格斯跟他妈妈生下那个儿子 逃到了阿尔格斯 另外一个城市 然后他王位被另外一个人串夺了 阿尔格斯的国王要帮他恢复王位 阿尔格斯国王带领了一群英雄 七个将领,七个英雄 进攻蒂比斯,把他恢复王位 蒂比斯那边也出了七个将领 然后产生了一个悲剧 结果这七个人全部死掉 击对击十四个英雄全部死掉 就大批这么一个故事 埃斯库鲁斯为此写下了一句剧本 七将领雄,七将领雄 七将领雄应该是阿尔格斯三部曲的最后一句 关于阿尔格斯,大家听说过 刚才提到弗洛伊德嘛,心理学嘛 西方人所说的阿尔格斯情节是什么意思 就是恋母情节,叫阿尔格斯 每个男孩子都会爱上自己的母亲 心理学上叫阿尔格斯 就用希腊留学这个故事来 然后每个女孩子都会爱上自己的父亲 女孩子爱父亲的情节 还记得我讲过阿加盟隆这个事情吗 阿加盟隆打完特洛伊回到麦西尼 她的王后更荣思通,把阿加盟隆给杀了 然后她儿子逃掉 她儿子逃掉的时候 她儿子回到麦西尼 把她王后和那个肩父给杀了 为她爸爸报仇 她儿子怎么为她爸爸报仇呢 是她姐姐帮了她 她姐姐也是阿加盟隆的女儿 那个姐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那个名字,那个情节叫恋父情节 就是女儿为了替爸爸复仇把妈妈给杀了 在西方的心理学里面叫恋父情节 希腊神话里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 希腊神话里面有的人爱男人,有的人爱女人 他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 他整天对着河里面的那个... 古代人可能也没镜子 河里面有他的倒影 他爱上他水里面的倒影 这个叫自恋情节 当然西方人把这些情节 心理学上的情节都变成这个 用神话里面的这些故事来说这个事情 阿加盟隆三部曲 阿加盟隆回来以后,他的儿子怎么... 反正恢复王位就讲这个故事 这也是个悲剧 为什么呢?阿加盟隆自己被他老婆给杀了 最后罗里斯蒂亚把他的妈妈给杀了 整个也是一部位剧,就是三部曲 这个三部曲,前面贝古的评论是我看过 阿加盟隆这部东西我也看过 那时候可能看的时候比较年轻 还不是很懂你的东西 埃斯·库勒斯以后的著名的位剧叫索夫·克勒斯 他写了也是厄提布斯王 埃斯·库勒斯的故事 因为古今年写了一个剧本 埃斯·库勒斯的称赞词 就为古今往来 古往今来悲剧的最高节奏 埃斯·库勒斯称赞这个剧本 我没读过 还有一个欧里皮特斯 我讲过美迪亚的故事 美迪亚的故事从中到过也是悲剧 一开始美迪亚为伊亚颂 美迪亚为伊亚颂 帮助伊亚颂把他老爸的金鸭毛拖出来 为了让他老爸追不上伊亚颂 他把自己的弟弟给杀了 把自己的弟弟杀了以后 一块块肉切下来扔在海里 让他老爸伤心一觉去收集这个海里儿子的尸体的时候 他和伊亚颂两个人逃回了希腊 美迪亚为伊亚颂做了这些事情 回到伊亚颂是哪里 反正是希腊什么国家的人 回到那里以后 又帮助伊亚颂恢复王位 最后伊亚颂还变心了 喜欢上别的女人 整个的故事就是这个悲剧 所以以这么一个悲剧为题材 大家可以想象可以写出什么样的悲剧来 这三个人都是雅典人 雅典在那个时代 雅典的悲剧是达到了可以说是古希腊人各个城邦里面 雅典的悲剧是达到了最高级阶 哲学家 大家知道我刚才讲的 早期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是雅典人 雅典的那时候哲学不怕 悲剧是他发展的 这张喜剧作家 最著名的就是阿里斯托芬作家 阿里斯托芬是什么样的 是生活在波罗里面三世人 他跟苏格拉底亚是一个时代的人 伯利克里是一个时代的人 他近期讽刺当时救救的事情 你们要打仗了 他写一部剧有讲和平的 苏格拉底那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他写一部剧是朝鲁苏格拉底 整天就是朝鲁那些名人 跟今天的后面喜剧也差不多 朝鲁当时的政治 这几部作品我都没看过 听说都有 还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米兰德 米兰德开这个年份 比阿里斯托芬要晚很多年 希腊这个名字叫米兰德的人很多 这个是喜剧作家米兰德 他跟阿里斯托芬不一样 他写的时候都是家庭喜剧 以社会伦理道德 就像我们今天看的那种婆媳关系 以这种形式写出喜剧 萨摩斯的女子这些我都没看过 特别在提 奥克希林寇斯的考古发现 米兰德这个人在古希腊时代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喜剧作家 但是他的所有作品一部都没有流传到今天 而且即使在古希腊时代他也不是很有名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有这么作品 而且把他放到一个很高的位上来 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 奥克希林寇斯 奥克希林寇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埃及 埃及后来不是变成希腊版国家了吗 有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城市很繁华 边上有一套运河 这个城市一定要有河嘛 所以这个城市不在那种河边 所以它不会受到洪水的危害 然后它有一套运河 不维系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在边上是沙漠 这个城市边上有几千年的沙漠 这个城市的人呢 生活这里生活了几百年 而且人口很多 这个城市平时干嘛呢 他们喜欢把垃圾扔到沙漠里去 他们生活垃圾全都扔在沙漠 因为沙漠里跟他们很近 然后扔进去以后呢 也不会产生污染 也不会什么 因为沙漠一层层往上盖 沙子一层层往上盖 对吧 所以带一特点 很多人的书或者纸张 或者笔记 什么什么的东西 小学学生课本 你们读完书以后的课本 是不是卖到飞鸣战圈 他们不是 他们就把沙漠离着 沙漠有一个特点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埃及的沙潮指示 放在沙漠里 被沙漠受干了 那个纸头就能保存几千年 然后这个东西在18几几年被我们发现了这个地方 一直到195几年 都有大量的考古团在那里 一层一层脱开那个沙子早里面的一张张纸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学和科学的原来的作品 几千年前的作品 还有那早期基督教的一些经典 我们今天《新军全书》是个西部福音书 在这里面发现了别的福音书 以后讲基督教育的时候也可以讲到 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 1890年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正经 这本书我桌上有 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书 讲雅典当时的法律制度 这本书是雅典的 这本书失传了几千年来就已经失传了 但是在1890年在这里发现了 基本上是完整的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雅典的民主历程 雅典后来的民主制度 这个详细的法律制度 全靠这本书 我可以告诉大家 而且这本书是公元前三季节写的 其实也就是当时人写当时的事情 所以时代价值非常高 而且他写得很清楚 最后他写我们雅典现在的宪法 是怎么样的 完整地写下的 包括雅典的陪伸法院 怎么组成的 怎么抽签的 怎么审判案子的 包括雅典的四百人议会 十个执政官 怎么选举产生的 怎么样的 全都明确地记载了这本书 结果他们发现了米南德的大量写作品 发现了米南德的作品 他那些生活喜剧 讲家庭的矛盾 这里我给大家一张图 这是欧基尼的《几何原本》中的一页 在这里发现 欧基尼的《几何原本》这个书 知道吧 我们今天的几何学就是欧基尼的几何学 《几何原本》这本书 我们今天流畅到今天 肯定跟古代的那本书会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的考古 我们发现了这本书 里面都有插图 怎么画一根直线 怎么做一个三角形 插图都有 所以说1890年发现 第二次的雅典政策 是我们现在真正的了解了雅典民主 马克思那个时代 马克思生活在什么时代 他根本没见到 那时候这本书还没发现 戴希尼文明也没发现 所以马克思笔下的希腊文明 是怎样的一个文明 跟实际的希腊文明 跟我们后面发现的东西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马克思根本无法了解 古希腊那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 他无法了解 因为那些考古发现还没有发现 今天首先就给大家 基本上把悲剧、喜剧 还有这些东西来介绍 我基本上每次讲的时候 都会介绍一些文化上的东西 然后我们继续上次讲的 上次是讲到 上次讲到什么 公年前508年 雅典建立的民主主义 讲到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讲的雷迪亚和波斯的事情 公元前六世纪年 小阿西亚的各个希腊城邦都相居于雷迪亚王国 到公元前五四六年 波斯帝国把雷迪亚王国给灭了 那些小阿西城邦都臣服于波斯了 到哪年我忘了哪年 大游士成为波斯国王了 大游士公元前五一三年 大游士进入欧洲远征至多瑙和以北 这是亚洲那些国家远征至最远的距离 你看后面那些地势 土耳其打得过多瑙和以北 土耳其军地经过多瑙和以北 但是你看亚洲哪个国家能够进入欧洲 进入这么深的距离 还有蒙古人 一般来说 但是蒙古人是从北方草原进来的 不是从南方的文明地区进来的 南方文明国家 亚洲那些帝国回来的波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因为被巴勒尼帝国打在那里了 始终打,灭不了巴勒尼帝国 这是第三年 顾元前四年小亚希腊、希腊城邦起义 上次讲过 小亚希腊那些希腊城邦 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 来反抗波斯的统治 这些希腊城邦起义了以后 他们就希望到希腊本土 希望希腊的本土,希腊的同胞帮助他们 结果只有两个国家出兵帮助了 一个就是埃耶雷克里亚湖的雅典 派出军舰支援起义 雅典只派出了二十多军员 我讲过军队的规模 你看后面雅典海军有多大规模 这时候雅典只派出了二十多军舰 据说雅典当时也只有二十多军舰 雅典派出了军舰支援起义 结果起义在最后被波斯责押 公元前四九四年的米利诸城遭到毁灭 米利诸城 讲希腊自然哲学的时候 大家记得吧,米利诸城出了三个哲学家 大家还记得这三个哲学家的名字吗 第一个就是泰勒斯泰勒斯 米利诸城遭到毁灭了 大家看看这个年份 五零八年雅典建立民主政治 十年不到的,十年以后 小夏夏派人起义 十年之间 第十五年左右,米利诸城遭到毁灭了 当时雅典是怎样一个状态 雅典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国家 刚刚建立民主政治 刚刚推翻那个独裁的暴军 把希腊埃斯给推翻了 然后希腊埃斯还逃到波斯去了 波斯军队随随随地回来打雅典 这雅典人是 雅典人处于一种 刚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康奉状态下 对不对 有个作家叫庭里克斯 没有刚才那些悲剧作家这么有名 在米利诸城遭到毁灭那一年来 他上演了他的作品 米利诸城遭到毁灭了 米利诸城怎么被波斯人攻占了 他上演这部作品的目的是激发雅典人的爱博热情 结果看这部喜剧的人 看得嚎啕大哭啊什么什么的 各种各样表情都有了 他这部悲剧写的太悲剧了 最后有人就到法院里去控告他 说你这部作品让人感到不适合 我们现在哭不骗 所以最后他们判处好像是罚金还是把他留放的 不允许在演这部作品 因为看来这个亚典全程人都在哭 既然希腊有军队帮助小阿西亚这个城邦 而波斯人也希望有一天要征服希腊这些国家 于是呢 大刘是公元宪斯九二年 也就是在米利诸城毁灭两年以后 波斯军队要整顿一下 波斯大军第一次进入希腊本土 什么叫希腊本土 这里是小阿西亚城邦 希腊本土就这块地方 亚典、斯巴达都在这里 波斯军队要从这里绕过来 海军要从这里走过来 海军要从这里船开过来 第一次 但是呢 天不时地不利 海军正好遇到一个风暴 船都催眠了 然后呢 陆军遭到瑟雷斯 其实按照希罗多多那个记载 陆军已经过了瑟雷斯 瑟雷斯在这里 他的陆军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 后面瑟雷斯就炮乱了 叛乱了 然后他的陆军就回去镇压叛乱 然后这个事情就结合了 他们就再也没进来 所以第一次进攻希腊的五谷而出 按照古希腊的历史在希罗多多写 大流士国 因为这个事情非常搞问题 要求成立 一定要把雅典也灭掉 当然当时可能我觉得雅典 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在希腊 记得吧 斯巴拉军队两次进入雅典 第一次把希腊斯推翻 所以雅典当时根本是个弱国 斯巴拉军队可以随便进入雅典 从波斯那边开来 你们那边有几个小国家帮助叛乱 所以我要出兵 把你们这几个小国家先搞定 其实波斯是想把整个希腊全部拉入他的版图 给大家看一下地图 反正讲过就是波斯帝国派人来到希腊 每个城邦都要向波斯帝国献出水和土 代表臣服 实际上大多数的波斯城邦都限了 只有南部的这几个城邦没有限 我这地方红颜色的地方都已经是波斯帝国领土了 这里是叙利亚、黎巴嫩 这里是犹太 这里是埃及 塞埃布布斯的小亚西亚、瑟雷斯、马西顿 马西顿国王也向波斯城邦 这里是雅典和斯巴达 希腊的五个大国 我跟他讲,希腊有五个大的城邦 这五个大城邦都在这一堆 希腊其实真的很小 斯巴达人,大家可能这很有名的 斯巴达人把波斯帝国人扔到这里去 你自己去河水去 雅典人把波斯帝国人扔到一个坑坑里面 反正就扔下去也死了 这故事很有名 然后两国交兵不长来世 这是规矩 斯巴达人竟然把波斯的使者 推到经济学院所 斯巴达人开位 我们这样的两国交兵不长来世 所以斯巴达国王说 谁愿意处使波斯去送死去 主动跟波斯国王说 我把你们使者杀了 请你把我们的使者也杀了 斯巴达人向民群 每个人都举手 我去波斯送死 选出两个人去波斯 然后跑进到波斯国王以后 我把你们的使者杀了 请你把我们也杀了 斯巴达人觉得勇猛 我就是不杀你 让你看看我波斯国家有多强大 让你回去告诉斯巴达人 我波斯有多厉害 这两个斯巴达人就没死 这是个故事 五大城邦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斯巴达在这里 雅典,迪比斯,克林斯,阿尔根斯 握在一堆 你看整个希腊也比他们大很多 比这五个城邦大很多 但是你看后面的历史 全都是五个城邦来的 我可以给大家讲 马拉松的位置在这里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不是说了吗 第一次进攻 492年进攻希腊失败 两年以后波斯军队又来了 第二次进攻希腊反途 全部自海上运兵而来了 当时海上运兵带领希腊军队来到雅典的是谁呢 就是被希腊人赶走的那个暴军叫西匹亚斯 大家算一算 西匹亚斯离开雅典的时候 是公元前零八年 到这里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也就是西匹亚斯离开雅典都已经十八年了 西匹亚斯是公元前五二七年继位的 继位的时候就算他是二十岁 五二七年继位到这时候已经十岁了 已经是五六十岁一个老人了 他死刑他的一座波斯汉的 波斯军队把雅典打下来以后 你继续做雅典国王 就这样一个情况 记住西匹亚斯的事情 我告诉大家 波斯军队是海军全部靠船上用海的 也就是说明当时雅典是没有力量在海上跟波斯打上的 后来雅典成为海上帝国了 波斯军队可以从海上回来 直接把船开到雅典 他们波斯军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去打埃利特利亚 另外一部分直扑雅典来 大家看地图吧 埃利特利亚还在北方 一直波斯军队到北方去 一下子就把那个国家给灭了 所有的男人全部杀掉 女人全部卖走努力就这样 波斯对于反抗他的国家就采取这种态度 另外一支军队 雅典在这里 整个这块地方叫阿提卡 我们跟大家说过 波斯军队就在马拉松这个地方登陆 马拉松是一个平原 也就是说希腊的地方到处都是山 波斯人也知道 在希腊的一党上 他觉得希腊人可能 波斯人肯定不如当地的人厉害了 所以波斯人要选择在一块平坦的土地上跟希腊人的 所以为什么在马拉松发生 是波斯人选择的 而且是西匹亚斯告诉波斯的 你就在这个地方 对方有片平原地 波斯的骑兵 骑兵肯定有强大 骑兵能发挥弱 波斯登陆上戏以来 正好雅典军队要去支援 雅典是先制到波斯军队到达北方 叫埃利特利亚 雅典军队听说了 波斯军队去到埃利特利亚 雅典军队大概据说是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就是雅典的全部军队 雅典人口才多少人 人口就几万人 沉厌难行就全部出去了 然后往北走 走到这里 正好走到马拉书队的地方 听说波斯军队在这里登陆了 然后呢 雅典军队就赶快在一个山头上驻扎 波斯军队一看雅典军队驻扎在山头上 波斯军队就住在平原上 没动 双方对峙 雅典军队也不敢主动去打波斯军队 因为波斯军队人多 波斯军队也不敢主动去打雅典军队 这时候雅典排出了一个奥运会的场方冠军 从雅典一直跑到斯巴达 就是他用一天使用 为什么他跟斯巴达人波斯军队来 听说斯巴达 因为当时都指望斯巴达能够出兵 就这些国家 斯巴达赶快出兵 我跟大家讲过希腊人打人怎么打的 斯巴达人说我们现在在过节 过节 我们过节就放假 不能上班了 节不过完我们是不能处兵的 这个可以告诉你 当时斯巴达确实对雅典没有什么成见 也不是不想帮雅典 只是他们真的是在过节 按照他们的规矩 过这个节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处兵 斯巴达就跟雅典说 你担心等你反正跟他对峙吗 他也没有禁锢你吗 等个好几天等我们节过完了我们再处兵 而且有很重的原因 斯巴达人比较一性 结不过完就出兵 他认为打仗来打败的不吉利 是这个原因 这时候传来埃雷特利亚被攻陷这个小事 又传来埃雷特利亚的这部分波斯军队 也要到马拉松来了 这时候雅典军队集了 等四八百元军等不到 波斯两支军队一合 人数上远远会比我们多 这时候没得打了 这时候雅典军队决定主动出击 在马拉松战役时 雅典叫做米泰雅德 你先给他介绍米泰雅德的人生经历 还记得吧 米泰雅德呢 其实他年轻时代 他那时候应该不是生活在雅典 我跟他叫他的叔叔 应该是他的叔叔 这么一个故事 跟大家讲 这个叫瑟雷斯 瑟雷斯沿海有很多小城邦 当时有个蛮族人 蛮族啊 不是希腊人 希腊人认为他们是蛮族 正好迁徙到瑟雷斯一个地方 一个小国家 建立了一个小的城邦 他们希望他们有个国王 他们希望他们去求神为我们的国王 怎么办 他得到一个神语 我也不知道这故事是真实的 你们到希腊各个国家去走 哪个国家的谁 第一个热情款待了你们 他将成为你们的国王 这帮人就在希腊各国家 正好走到雅典 雅典正好跟米太亚的叔叔 应该说伯父吧 正好坐在家门口 一看来了一帮外国人 这个人非常热情 外国人我要好好招待你们 难得来雅典一次拼命招待你们 这帮外国人一看 遇到了这么好招待我们 你就是我们的国王了 这个米太亚的伯父叫老米太亚 也叫米太亚的 当时就说你们请我去做国王 这是好事 当时雅典是建筑政权 是暴君 那个人也同意 你去那地方坐着国王以后 那地方就跟我雅典是友好的 我雅典多了一个盟友 据说米太亚的国府就去那里面做了国王 小的城市 很小的城市 他死了以后传给他的儿子 他儿子死了以后又传给他的堂弟 就是小米太亚的 具体的关系我忘了 他们是有情节传给他 也就是他是第三代国王 那个国家在海瑟雷斯了 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不是大流士远征 右脑和伊北嘛 大流士来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城邦全都向大流士表示我臣服 米太亚也向大流士表示我臣服了 臣服以后呢 大流士远征多脑和伊北的蛮族人 让小雅西亚的希腊城邦 每个城邦都得出兵跟我去 希腊人 你们海上不是有军舰吗 替我防守多脑和 这个米太亚就跟着大流士一起到那个地方 大流士到多脑和伊北打仗去了 多脑和伊北南俄罗斯草原 大流士到那边去打仗了 他就负责射我位置了多脑和的一个洞口 结果他得到一个消息 大流士在那边死了 打败仗死了 其实大流士没死啊 大流士在那边打仗还是打败仗 这个历史已经没有研究了 反正大流士军队肯定是回来了 他一听他死了 我们死了呢 我们跟波斯没关系 我们回家了 也不守这个渡口回去了 没多久大流士回来了 他们说你们这是谋反啊 你们不是向我臣服了吗 我叫你们守着渡口 谋反 瑟雷斯这个城邦 我当不顾名泰雅的 我在这地方做国王 我是带不下去的 利用我以前祖先是雅典之分部 他还有雅典公民权 他就回到雅典 成为一个雅典普通公民 他当选雅典的十个将军之一 马拉松战役的时候 是他率领的雅典军队 为什么呢 因为跟随大流士远征过 他知道波斯军队是怎样一个军队 知道波斯军队的弱点在哪里 就是他的人生经历 看这张图 据说这就是当年马拉松战役的图 红叶色是波斯的军队 雅典色是雅典的军队 雅典的军队的人数比较少 但是现在有点严重 其实没有少就少 波斯军队的人数没有比雅典多很多 按照实际 因为雅典只有中乱部兵 没有别的军队 希腊没有别的军队 就是中乱部兵 而且就是雅典的农民组成中乱部兵 排成一字排开 排开以后 因为他军队比较少 他就两边后中间搏 大致是这个一个势力图 然后波斯军队在前 所以战斗一发生以后 按照这个图的解法 波斯军队在中间打败雅典 往里吹了 雅典在两边打败波斯人 然后雅典就把波斯人包围做了 最后波斯人就败了 这样就理解 这个不是说排成这么正行就能打败这个仗 大家理解吧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雅典人为什么要打败 大家想一想 这是自己家门口 保卫自己的国家 而且很重要的是保卫他们的国家 雅典民主制度实行才只有十八年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公元前508年你是二十岁的一个小伙子 你是一岁 公元前508年出生 你可能不知道前面民主制过程 怎么推翻暴君 你不知道 如果你是二十岁 你是少年时代 你的青年时代 你看到雅典怎么推翻暴君了 怎么建立民主制度 你都看在眼里了 等到公元前490年 你只有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是重装步兵 最重要的土地 你是亲眼目睹希腊整个雅典 怎么从一个专制暴君下解放出来 怎么建立民主制度 你怎么会拥有权利 你有投票权 在法院里面你是陪审员 所有的这些经历的情况下 也会非常爱戴你这个国家 你绝对不会允许这个国家被人里面了 波斯军队远道而来是什么人 打仗 抢女人 抢钱 打完仗回家 这战斗力不一样的 我这里有一段话 是军希腊在写的 马拉松战予他这么巧 他说 雅典人立刻行动起来 飞肆地向波斯人攻去 在两军之间相隔不下八把斯底昂 八把斯底昂是个单位 八把斯底昂大致是1600米 也就是说1.5公里左右的距离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过来的时候 他们便准备迎击 他们认为雅典人是在发疯而自寻死亡 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过来的雅典人 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的少 而且没有骑兵 也没有弓箭手 这不过是一般人的想法 但是和波斯人、斯大士一团的雅典人 却战斗得令人难以忘怀 因为据我所思 在希腊人当中 他们是第一次奔跑向敌人进攻的 我觉得奔跑向敌人进攻 战术上是有道理的 因为波斯有骑兵 雅典人必须迅速地冲到波斯人面前 对不对 而且大家知道 希腊军队穿的是重装步兵 因为波斯的骑兵走路是不快的 他们奔跑也奔跑快得到波斯 一点六公里 迅速地跑过去 免得等敌人的骑兵先冲过来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 这样的话 波斯的骑兵等于发挥不出什么作用 据我所思 在希腊人当中 他们是第一次奔跑向敌人进攻的 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米帝人的衣服 和穿着这种衣服的人 因为以前,波斯帝国就是取代米帝国 而在当时之前 希腊人一听到米帝人的名字就给吓了 他们在马拉松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 一帮军在队列的中央部分取得了优势 因为进攻这一部分 是波斯人自身和撒卡人 一帮军在这部分的战场 他们攻破波斯雅典的防线 把希腊人追到内地去 但是在两翼这个地方 两边 雅典人和普拉提安人 普拉提安人是来帮雅典人的 取得胜利 而在这种城市之下 他们只得让被他们打败的敌人挑战 而把两翼封合起来去包围中间的那部分人 雅典人在这里取得胜利 并且趁胜追击波斯人 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歼免波斯人 而一直把波斯人追到了海边 因为他们弄到了火 并向船只发动进攻 波斯人是坐着船来的 船停在海边 波斯人一打败就往船上逃 马拉松战一发生的那个热气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发生在公元前490的秋天 具体我约是不清楚 据说雅典方面是一万人左右 波斯方面可能有两万人左右的军队 有一个伤亡记录留下的是非常精确的 雅典方面陷亡192个人 波斯方面正亡6400人 败退的一方肯定会死得很厉害 马拉松战役一结束 这个军队很多波斯残余军队逃到船上 波斯不是另外还有支军队吗 攻打那个什么 雷特利亚那支军队 他也赶到马拉松 他们就决定绕过这个地方 直接进攻雅典城市本身 他们是做什么的 所以雅典的这一番军队 刚打完马拉松战役 要急速的跑回雅典城 等到波斯这两支军队来到雅典附近的时候 看到岸边上都是见光灵灵 军队已经排好阵型了 两支合在一起的波斯军队没有信心了 就走了 这就是整个马拉松战役的经过 留下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故事 马拉松战役打完了以后 有一个雅典士兵 迅速的一个人先从雅典 一直跑回雅典 跑回雅典 跑到雅典城门 喊了一句话 我们胜利了 这个士兵就打下去死了 这个故事首先在最早的文献 最早当时的那些史书上没有记载 一直到几百年以后的西法兰的书上有这么一笔记载 所以这个故事可能是后人造出来的 不一定当时正式发生情况 已经说了 雅典这一般做军队 不一定是跑步 机运军回雅典 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还有一件 雅典派出个使者 长跑跑到斯巴达 很救命 这也是真的 这是当时的史书上就有记载的 马拉松战役打完了 没过几天 斯巴达人结果 斯巴达军队来了 斯巴达国王走在第一个 率领军队来到军队 你们太伟大了 我们军队没来你们就把波斯兰派了 斯巴达国王 斯巴达人就赞扬了雅典人一番 并且请雅典人带我去马拉松看战场 因为当时很多尸体肯定还没掩埋 放假放完了他们上班了 波斯的士兵 马拉松在斯巴达的士兵上班了 那个时代 雅典和斯巴达这些国家关系都很好 笛里斯是投降部 波斯的 因为他在最北面 他最到投降波斯的 这就是这场战役的经过 马拉松长跑 大家也知道 也就是有那个故事 从马拉松一直跑回亚军 他们的故事 一直到第一届奥运会举办的时候 有人提出 谁从马拉松再跑回亚军跑一次 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马拉松长 就这么来的 马拉松战役对人民的明显 首先马拉松战役本身是个局部战争 从整个西波战争的大局来看 就是波斯人准备攻灭希腊人 其实没改变什么大局 就好像刚才波斯军队海军被风吹走了一样 只不过波斯军队遭到了一次小小失败 过几年波斯还会派大军来打你们 战役上还有那个实力对比 也是没有很大的区别 还是波斯人强欲希腊人 但是这个人没有影响 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 大家所谓的雅典民主这个国家 雅典民主政府成立只有十八年时间 大家看当时这个地球上 看这个地球,所有的文明 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 哪有民主的概念啊 地球上有民主的概念吗 只有在希腊,雅典,可能不止雅典 还有别的几个希腊小小的城邦里面 他们有民主的概念 他们有人人一票一个权利 每个人活加的权利在每个公民的手里 他们有这个概念 你看中国人有这个概念吗 孔子,孟子比这个时代还要晚 孟子,孟子也比这个晚 马拉松战役的时候,孔子诞生了 我忘记,年份查一下 无助而为这个概念 遇到今天 我们虽然有民主这个词 但是可能也没有深入人心 但是西方的民主这个词是深入人心的 马拉松战役,整个人类文明 可以说保卫了这个新兴的这个民主制度 也促成了后来雅典成为一个大国 雅典成为一个强国 因为这个民主制度 在史书上留下这么几百年的民主制度 雅典的民主制度持续了几百年 对整个后来人类文明都去到了 我们今天的地球上 他也说他是民主 他不会说他不民主 没有一个国家说我是不民主的 这些地球上 还有嘛 北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就没有共和国 没有国家说我不民主 我们中国也是协商是民主 都叫民主 他不能说我就是不民主 这个不能说 但是在公元前四九年 两千五百年前 那些五百年前 地球上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 几万人和别的城市 他们是民主 你先看什么 全人类 这死掉的一百九十二个人 保卫了全人民主的火种 把马拉松也提高到这么一个地位 马拉松也结束以后 雅典的城堂就兴起了 因为这场战役很成功吧 全希腊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波斯很多地方也知道 波斯哪里都打赢了 就被这个小小的雅典给打败了 雅典这个国家就组练兴起 雅典就承包了 刚才讲过 有个悲剧的家埃斯库鲁斯 埃斯库鲁斯和他的弟弟都参加了马拉松的战争 而且他的弟弟在马拉松战争战争战争 还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悲剧作家 就是这个埃斯库鲁斯 他本人也是马拉松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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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米太亚特也有类似的结局 希腊的这些战斥家也有相近似的结局 米太亚特打完马拉松带以后 获得了无比的荣誉 什么人都把米太亚特当成英雄 米太亚特跟雅典议会说 你交给我一支海军 当时雅典就输出了军舰 你交给我一支军队 我去打一个什么什么岛 把那些岛打下来 那岛是站在波斯一边的 雅典议会就同意 米太亚特带一个军去打了 结果损失惨重 然后米太亚特自己都受伤 不是说全军覆没 至少死了很多人 然后回到雅典 这不是欺骗雅典人民吗 你说你能把那个岛打下来 结果你还打了败仗 法院就审判他 有人就告他 最后他有一个很重的刑 什么刑呢 他要给他一个罚禁 罚很多很多钱 结果米太亚特本人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不是受伤了吗 受伤发炎了 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他儿子叫克蒙 克蒙我后面讲 克蒙也是一位雅典出生的一个将军 克蒙把这笔钱交给雅典政治 这是法经 法律要遵守 米太亚特就这么一件事 然后讲雅典民主的两党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郭彦强五零八年建立的 到这时候已经经历了十八年 二十来年的时间 任何民主政治有个特点 现在突尼斯变成民主政治 国家了一下子产生了几十个党 几十个党竞权 但到最后实际上他们慢慢都会变成两个党 因为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诉求 所以一般很多党的政治最后会变成两党的政治 在雅典那个时代 没有什么民主党共和党 没有形成党 他已经叫两派 当马拉松战役结束以后 雅典形成了两党,两派 这两派的一批叫丁米斯托克里斯 一个叫阿里斯蒂德的这两党 这就是两个政绩家的名字 这个政绩家也很有意思 丁米斯托克里斯他是宠苦人民出称 他不知道怎么竞选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现在没演出,很有口才 而且丁米斯托克里斯跟亚里斯有什么需求 亚里斯蒂德是贵族出称 有钱人家出称 所以学龙比较高 而且做事情讲究是报名正常政 就是讲究那种比较守规则 丁米斯托克里斯在讲究寂寞 讲究投机虚强 但是丁米斯托克里斯总想讲 丁米斯托克里斯代表雅典的成为人 阿里斯特代表雅典的富人 马拉松战役打完了 波斯军队还会专注重海 怎么办 丁米斯托克里斯强调 我们要发展海军 为什么你看,波斯人从海上来 我们一定要让雅典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阿里斯蒂德是传统的贵族 贵族重伤不备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重装 你看,马拉松战役 你又不是靠海军打一个 你是靠我们的渡兵打的 一定要发展渡兵 然后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 最终的矛盾可能是丁米斯托克里斯这个人获得胜利了 丁米斯托克里斯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 真正认识到海军的作用 雅典后来成为一个海上底部 跟这个很有关系 据说丁米斯托克里斯采取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雅典人民不愿意发展海军 他就说,当时雅典发现了一个银矿 有银矿,雅典政府就有钱了 民主制度啊,这个钱是大家的 美国公民发钱 丁米斯托克里斯不行 我们要拿这笔钱去找金钱 老百姓最好是拿现金了 你找金钱,他们也不知道波斯人什么时候再来打 最好拿现金,丁米斯托克里斯很有远钱 他说不行 他在议会里面跟雅典人用了一个办法 他说,有一个岛叫埃歼纳 在雅典南部有一个岛 这个岛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古代一两百年以前,这个岛就跟雅典有仇 也是为了什么很无能的理由 有仇 我看过这个书,为什么有仇 一两百年以前,你杀了我,我杀了你 杀了你,反正这种事 杨典人都记得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打败波斯了,我们又有钱了 我们可以去报这个仇啊 杨典人就老百姓听,好,我们要去报这个仇 怎么报呢 埃歼纳是个岛,那里没有海军不行了 拔这么一千,造军舰 结果杨典人一下子拥有了两百多艘军舰 阿丽丝迪斯托克里斯始终用丁米斯托克里斯对着干 在丁米斯托克里提出什么提案,阿里斯托就反对 于是丁米斯托克里斯决定使用贝壳流放法把阿里斯托流放掉 什么叫贝壳流放法,我上次讲的 就是写个名字 阿里斯托没犯什么错误 只要雅典人写他的名字,写到英苏 阿里斯托就离开雅典 结果丁米斯托克里斯成功的使用贝壳流放法把阿里斯托克里斯托流放掉 这是一个头片 上面写也有阿里斯托的名字 在雅典的河谷里面,曾经发现了一个坑 在坑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套篇 或者是小贝壳,上面就写了这些政治家的名字 阿里斯托德 反正包括克尔门,包括丁米斯托克里斯托的名字上面也有 后来人家知道为什么,你不是贝壳流放投票投完了吗 那可能这些有人来扫垃圾把这些东西一扫全都扔到这个坑里面去 今天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证明当年确实广泛的使用了贝壳流放 阿里斯托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地米斯托克里边军方了 那么这样的话,地米斯托克里斯托克里斯 пере Finland 在雅典就没有政敌了 然后他就大力发展雅典的海军 这里有个故事 跟大家讲阿里斯托德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 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教材 若西拉人留下的一个很好的故事 阿里斯托德那天要举行投战 老百姓都去投票 是不是流放阿丽斯蒂德 阿丽斯蒂德本人作为雅典部门 他也有权利来投票 他就来了 他在那个投票地方有个门口 有农民 他找到阿丽斯蒂德 他说我不识字 我不识字 但是我要去流放一个人 我要网斯贝克上写一个词 留放一个人 我不识字,你帮我写一下 阿丽斯蒂德就跟他 你要流放谁啊 他说,我就要流放阿丽斯蒂德 阿丽斯蒂德那个农民 他不是说我是阿丽斯蒂德 他干了什么坏事啊 你觉得他的政策 或者他的影响在哪些地方不对吗 他农民说,我搞不成处 我觉得他没做过什么坏事 那你为什么要流放他呢 我听过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所以我就特别讨厌这种人 请你帮我写一个词,我要流放他 阿丽斯蒂德 这也是个理由 阿丽斯蒂德还是在这个桃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把这个桃片交给了这个网友 把这个故事保留在这种网友 这其实是民主制度很好的一个教材 第三次进攻,希腊了 大流氏国王的死了 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薛西斯继位了 公元前的四八五年 然后薛西斯刚继位的时候出现问题 马拉松战役之后,消息传得很快 很多刚刚被波斯政府的国家 一听说波斯在马拉松打败以后 马上就封城起义 封城折腾 大流氏内还要重新把这些地方平定 薛西斯刚继位的那几年 也是把很多判断的地方给平定 然后他决定第三次进攻,希腊了 而且这次是薛西斯御驾清真 薛西斯国王本人 御驾清真希腊 波斯军队在海峡训建佛桥,在哪里? 你看这个条件 波斯陆军从这里过来了 应该是这种的,修建了一座佛桥 古代不可能造那种大的桥 只能造一座佛桥 然后他的军队可以大大方方走过去 希腊都在里面说,波斯军队走齐天基 波斯军队从这里走过去,走齐天基 在这种情况下,雅典肯定没希望 雅典觉得波斯这次来,肯定要灭路雅典 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结成联盟 大家都认为斯巴达是盟主 还有海军 当时雅典,经过这几年发展 雅典已经有一支海军了 斯巴达没有海军 斯巴达也不会海军 但是为了联盟的那些史书上记得很重要 为了联盟,把所有的领导权,全交给斯巴达 连海军的指挥权也交给斯巴达 这也是蒂米斯托克利的一计目 为什么呢?斯巴达派了一个将军来指挥海军 但是斯巴达这个将军从来没在海上打过了 他凡事就要问蒂米斯托克利怎么打 结果实际上指挥海军的还是雅典的 第三次结果,这就是把这个事情来讲的 实际上,波斯军队,你看西罗多德那本书 他前面后面写的,文学性非常强 他怎么写的呢 他说,他前面是介绍埃及、巴比伦、亚树、印度等等国家历史 他介绍完了 最后,到这一刻的时候 全世界的军队都集合在学习诗里 波斯军队,波斯已经把全地球大部分国家的文明世界都政府了 带着埃及、巴比伦、亚树、叙利亚、印度 包括中亚、西亚、米地 所有的军队都要来到希腊 那本书有一个章点,就是在波斯多斯海峡这个地方 学习诗在一个高顶,检阅他的军队从门前走过 埃及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走过 西班牙,阿拉伯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走过 印度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走过 那本书写得很有文学性 这就像世伯会一样,边上的希腊人开的一样 住在那个地方的希腊人,从来没见过 实际上什么人都来 像世伯会一样,开的一样 当时有个希腊老人站在那边说 走死了,如果你要毁灭希腊的话 你就得毁灭吧 你为什么华盛为薛西斯 带领全人类来毁灭我们小学的希腊 这是他的文笔 希腊多德的文学水平是很高的 军队检阅完了,接下去他就怎么到瑟利斯的 怎么到马之路的,一直到瑟莎里 瑟莎里这个地方是希腊唯一的比较大的地方 平原,里面有骑兵 希腊唯一的骑兵 希腊别的城堂都没有骑兵的 只有这个地方有骑兵 波斯人一来,他马上投降 投降你们呢,波斯说 你们听说你们是希腊的骑兵是吧 你们的骑兵应该,全希腊听说 其实希腊就他们有骑兵 他们认为希腊骑兵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搞个马术比赛 比赛下来,他们是所有的亚素人也参加了 巴比伦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也参加了 波斯人也到最后,希腊人最后一名 希腊的骑兵是全人的骑兵里面最差的 他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继续往下,一直走走走走走 其实在这里,大概是这块地方有威尚战役 希腊人稍微抵抗了一下,就跑了 希腊人就跑了 雅典四邦大帧军队最好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温泉关 很有名 我这张地图画得蛮箱的,这里全是山 所以军队只能从这里过 只有这么一小墙,温泉关是一个非常狭隘的 边上是海,是海峡 然后希腊的海军就守在这里 波斯的海军,海军跟陆军不分开 波斯这时候,因为他怕出问题吧 陆军从这里走,海军就顺着海岸跟着走 一直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以后呢 然后很有名的一个斯巴达山来抓索的事情 那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斯巴达各个联盟商量的,怎么抵抗 怎么抵抗 只有找一个狭窄的地方能够打斯巴达 他们一个人说在柯林斯地下 就要把柯林斯的地方 斯巴达人想在柯林斯地下筑齐一道防线 还建造城墙,筑齐一道防线 然后呢 这样就保护了柯林斯,阿尔格斯,还有波罗根才半岛 但是你把牙给放在哪里了 还有德尔菲在这里 还有很多,北方会有很多士大相当 如果斯巴达人守在这里的话 那别人什么都,都肯定投降了 雅典是不会投降 雅典投降是不会的,肯定也玩玩了 那么,迪比斯投降了,真的投降了 但是当时斯巴达守在温泉关的时候 迪比斯还没有投降 斯巴达军人在那里 斯巴达就是利亚尼达的国王 我们其实后面电影里面 那些数学把利亚尼达讲得多伟大 其实我们对他圣评并不了解 他的前半生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并不是很了解 他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才当上国王的 本来是伦比达的 他是兄弟里面排行不太小的 他的一个哥哥发疯了 一个神的人死了 然后最后就对他可以寄过中国 西洛多顿那本书写得非常好 他怎么写的 他把整个故事斯巴达送到当中写得非常贵重 首先,斯巴达是明星 先求神,这个账到底怎么打 得到一个神谕 要么斯巴达国家,完蛋 要么你们的国王,完蛋 利亚尼达这个国王,拿到这个神谕以后 一看,为国正确的事情一看 那就是我国王的完蛋 我国王必须去死 把整个故事的气候来 他去了以后,不是斯巴达总装在克林斯的时候聚集大连军 斯巴达的议会,不愿意把大军派到外面去 但是他觉得,利亚尼达觉得 我是全希腊的导帅 如果我不去的话 意味着这些地方,希腊人全都得投降 全都会出问题 这样的话更麻烦 所以他决定,他自己带了三百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 拍的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他里面讲的一个原因 利亚尼达为什么只带三百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他说,斯巴达的法律,斯巴达国王只能带三百个人 没有议会通过的话 只能自己带三百个人,无论去那地方 其实史书上不是这么记载的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斯巴达只带三百个人 原因是什么 他的原因就是,利亚尼达对各个城邦说 我是先土部队 斯巴达三百人,国王带了三百人,先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一个斯巴达人要带七个希腊人 也就是两千四百人 两千四百人的军队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附近有些别的城邦 别的希腊军队也守在这个地方 还有亚尼的海军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军队数目是挺当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这四百人 然后波斯大军人数有多少呢 希腊多人数上记载了,五百万大军 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数目有点夸大 看起来不夸 但是肯定很大,数量肯定很大 几十万左右 波斯大军就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五百万大军,三百人站在那里 这个是比较粗俗的 但是希腊人应该有几千人 上万人可能是有的 主要是你斯巴达三百人为了榜样 这些人跟着 然后就打了好几天 斯巴达的重量都被大家知道 他排成一排排在那里 你怎么样都过不去 而且斯巴达人这么勇猛 博斯龙王一看 薛西斯一看 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 被斯巴达人一排排行就过不去了 然后这上来出现一个汉奸 可能大家看过这个电影 我们确实有那个汉奸 希腊奸 他告诉薛西斯 其实有一条路可以绕到斯巴达军队后面去 而那条路早就荒废了 没人找那条路 连斯巴达人,连当地人都不知道一台路 不知道怎么他知道 反正有一个什么欧然原因他知道 薛西斯挺好 薛西斯就派了一支波斯克精锐部队 就跟他走这条路 一下子就绕到了斯巴达军队后面 刚开始,刚绕过去的时候 还有点距离 结果斯巴达人也知道这个事 希腊人也知道这个事 利奥利家当初做手军 这个地方不能守 这些人从后面 重装部队只能朝前打仗,不能朝后打 梁耀尼达做了一些很美大的事情 所有的别的国家的人 别的国家使用 全都赶快撤,撤明撤就赶快撤 斯巴达人撤,斯巴达人是不能撤的 斯巴达人没有撤退这个说法 其实也,真正打仗的时候 你看后面的打仗,斯巴达人也会撤退 我们斯巴达人,梁耀尼达国王和他带了三百人 必须战士在这里 然后蒂米斯托克林达还带领着亚军的海军 海军赶快回去保卫你们的亚军 现在这里是守不住了 西鲁多的那本书也写得非常悲战 都是喉咙,喉咙过来 三百个斯巴达人最后保护着他们的国王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最后全都倒下了 全部死掉了 西鲁多的文学事件很好 他说,后来我打听到这三百个人的每个人的名字 写这么一句话 让我们看,读起来很悲战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温泉关战 发生在公演斯巴里面 这个诗叫西摩尼德斯 后来为他们写的一首诗 希腊很有名的这首诗 过客去告读斯巴达人,我们分他们的法律长连在这里 这个法律有了翻译成命令 分他们的命令长连在这里 用斯巴达的法律规定 只能不能投降,不能撤退,只能战死 然后今天如果你去这个地方旅游的话 会有一块被克人就在画这边 当然不会克中文,可能是希腊人的 这个战役结束以后 温泉关战役结束以后 蒂比斯马上就投降 后来波斯军队,蒂比斯有一个很好的城墙 波斯人就以蒂比斯这个地方围围团队 根据地,还继续进攻 马上就到雅典 这次还能靠雅典的那一万名重装步兵 守在那里,打一个马拉松战,不可能 这时候雅典人也求神 神怎么说呢 雅典人只有躲在木头墙后面,才能保护自己 当时雅典人听了这个神语,就莫名其妙 我们现在用石头造个城墙,也挡不如波斯军队 你那木头墙有什么用 这个蒂比斯托里斯很聪明 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是后人造的 蒂比斯说什么叫木头墙 那是我们的军舰 雅典这时候已经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了 我们要靠我们的军舰来保护自己 军舰都是木头造的 这张图更清楚了 所以接下来就爆发了萨拉米斯湾这个战役 波斯军队一来 蒂比斯托克里斯马上把阿里斯蒂召回 明白这个意思吧 本来他跟阿里斯蒂在议会里面两个人是死敌 现在国家有巨大的灾难了 马上把阿里斯蒂召回 然后他变成主将 阿里斯蒂变成副将 这两个人合作亲密无间 这是民主政治特点 至少使双这么说的 他们决定,所有的雅典要撤离雅典这个城市 为什么呢 我们有海军,我们的城邦在海上 于是波斯军队就占领了雅典 学习斯高高兴起 我终于把雅典给占领了 当年马拉松被你们打败 距离十年,一晃又过去十年了 十年以后,波斯大军就占领了雅典 学习斯决定,一把货把雅典全部杀掉 摧毁你 雅典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抹掉 有人说雅典没有抹掉 雅典那边还有几百艘军舰 雅典人在军舰上 雅典人是怎么样 雅典人哪里都在军舰上 雅典人在学习被收到波罗波尼萨这个地方 女人还是全送到那个 特别是一个国家叫特洛森 这个国家吧 这个国家是提休斯 雅典的第一个国王 提休斯妈妈的祖国 所以那个国家跟雅典关系特别好 接受了大量雅典的老人、孩子、妇女 全部都送到那个地方去 男人们就 雅典当时有多少种军舰 一百 军舰总数是多少 不听了 雅典当时有抑郁 整个希腊舰队大概是两三百分军舰 其中一半以上是雅典的 希腊连军 接下去就发生了三二厘历史专 为什么呢 克林斯也好 还有斯巴达也好 希望雅典把海军撤到克林斯这个地方 斯巴达的重装部门也守在克林斯 等到希望多斯海军入境 在克林斯决战 决战克林斯准备 但是地狱属地多少还这样 他看到波斯军队有一千多所军队排在那边 而且波斯军队都很大 他决定把波斯军队又进撒拉米斯关 撒拉米斯关这个海军 越走越想越走越想越走越想 波斯人不属心地形 他用没个办法 反正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了 总体上讲他是希望波斯军队看到他们准备逃了 希望波斯军队把他包围起来 好像对他形成包围之势 最后將最后进入撒拉米斯关 把他们胜备 波斯人果然中uts 进入这部撒拉米斯关 结果波斯的大船 一用港湾以后 大船不是排到很大吗 一切大舵军队 军队互相撞来撞去 这个军队就失散不开了 接下来地狱属和亚军队两百多家军队 一场大战 把波斯的军队全部收回去了 这扇拉米斯关 这是一场想象中的拍摄电影,也很壮观 一千多艘军舰在打仗 这个薛熙斯在岸上观战 他本来以为可以一下子把希腊的海军都打掉 一看,完蛋了 完蛋以后,波斯国王和希腊人 希腊人是为了他们祖国而战 希腊和波斯人的国家 国王是为了政府一个地方,为了他的面子而战 结果这个事情,等到波斯帝国海军一覆灭以后 薛熙斯逃回波斯人去了 为什么要逃,你们想,陆地当时还是波斯人在里面 薛熙斯为什么要逃,有人对他说了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吧 整个波斯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波斯大陆和波斯大陆和波斯大陆的联系地方 人家跟他说,如果海军没有,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希腊的海军直接开到这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给占领了 那你自己的波斯人一个都逃不回去了 要死在希腊了 对不对 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薛熙斯一想,我不能死在希腊 八腿就跑,迅速地逃回了波斯 他回去了 他回去了以后呢 我刚才讲的,蒂米斯图里斯和阿里斯蒂德合作 然后,萨拉米斯湾海战士的学习逃回去了 然后呢,到第二年 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萨拉米斯湾再一打完以后 不是波斯军队占领雅典了吗 薛熙斯一个人逃回去了吗 然后他留下一个时间 当时在大刘士打天下的时候 莫高塔盘大约是带着兄弟,大约是兄弟七人 兄弟七个人,夺得波斯王位的 这七人里面有一个人,应该说辈分上是薛熙斯的叔叔 他留下来作为全波斯的兄弟统帅 留在这个城堂,特别是蒂米斯的地方 然后冬天闹了 这个雅典人全都撤着了,雅典没吃了 结果波斯军队就撤离了雅典,回到蒂米斯 那里面有吃的东西 等到第二年春天 第二天,波斯军队又来到了雅典 暂停一下 萨拉每次完战役大腕 薛熙斯逃回去 逃回去以后,他留下他的叔叔 率领几次让波斯大军队继续回蒂比斯过冬 等到第二年春天 波斯军队再次拿下,再次占领雅典 第二次占领雅典 雅典当时已经无所以海为家了 整天生活在船上了 接下去就是著名的普拉提亚城 在普拉提亚这个地方发生 你们看最近拍的那个电影《斯巴达斯斯上海》这部电影 最后一个场面 中国翻译不是很好 如果看英语的话 在什么大忌启的一流 在普拉提亚这个地方 有普拉提亚的意思 在普拉提亚这个地方 以希腊的陆军 斯巴达国王率领的陆军 包括雅典的陆军 包括等等这些国家的陆军 据说十几万人 波斯方面应该有二三十万人的样子 在普拉提亚这个地方决战 波斯方面也是全军覆盟的 连大游士的兄弟也当场被杀了 接下去就是希腊军的追 波斯人还想守在蒂比斯城 蒂比斯又城墙嘛 最后还是被希腊人攻克 一直往北军 海军马上出海 马上出海的目的是什么 占领波斯的海峡 拆掉一座副桥 让波斯人不可能再从亚军过来 但是希腊人当时最 海上已经是希腊的世界了 海洋已经属于希腊人了 所以这场战役你们看 像希洛多德也听到 海军的重要性 如果这次不是海军有制海权的话 那这个战争 波斯人还可以源源不当地运营过来 还可以围着希腊人打 把希腊人困在那边 结果希腊人拥有了制海权 波斯人只有逃到命了 这就是波斯人的独大战争 波斯人全军覆盟 希腊联军展开反战 这要讲一个人叫希洛多德 我以前提到他很多次 希洛多德这个人生活在4、8、4年到4、5年 也就是他在希波战争那些年 他是生活在当时的人 他出生于哈利卡纳所有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波斯多斯海 就在半战亭里面 所以他算是开希波会一样的波斯大兵来的话 或许他清延所有的 因为他写得很详细 他说中亚西亚有名作为萨卡人 中国史书上叫塞仁 塞仁戴的帽子是尖底的帽子 这是真的 历史上是真实的 印度人是穿着什么帽子 埃及人戴着穿着什么衣服 他都详细的记载了 他不是青年母族怎么能记载的 而且他记得这么详细的 而且他记载的是对的 不是想象出来的 他应该是圣殿时代他来到雅典 他是生活在雅典 但是他不是雅典公民 他就是生活在雅典的外国人 像你们来到上海 没有上海不好 一样的 所以他整个 他的这本书叫《历史》 他写了一本书叫《历史》 《历史》这个词 《西方历史》是他发明的 他给他自己这本书起的名字叫《History》 这本书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我研究那些事情 他起了一个词叫《历史》 后来西方的历史叫《历史》 所以他这本书也叫《历史》 从他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出他这本书的人生到处有力 他讲埃及 他会讲我去过埃及 我见到金字塔 我见到什么什么什么 说明他本人亲过的 去过埃及 他去巴比伦 他说巴比伦是我建过的城市里面 最伟大的城市 看上去最漂亮的城市 就是他说的 说明他去过埃及 他去过好多好多的 比如有一次他讲到 波斯人在波斯首都叫地 波斯布利斯一直通到小阿西亚海边有一条路 修建了一条路 他说走这个路要走三个月时间 我就走过这条路 走了三个月 这人是骗马的 我们始终不知道西洛洲的这个人 他是什么职业的 一种可能他有时候要饭 他到处要饭 但要饭他不会旅游这么多地方 另外一种是他做生意 还有什么 他就是一个旅行家 就是像许夏克一样的旅行家 也有可能 现在还有种说法 说他是雅典政府的间谍 台大渠户的地方 游历 所以他这本书呢 其实分两大部分 前面半部分他讲埃及历史 讲巴比伦历史 讲亚述历史 甚至讲印度的历史 但是他讲的那些历史 我们今天看了没什么意思 他搞不清楚埃及的法老的前后关系 他也不知道金字塔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他都不清楚 他只是相当于一个旅行的人 他完全不知道埃及历史 到埃及去旅游 听了很多人讲的那些话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 他写着他人的书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 就是讲整个西国战争的故事 马拉松战役 温泉关战役 什么这种阿泰战役 基本上是他记载下的 这个人这本书呢 有一大好处 有一大优点 就是他喜欢犯犯而谈 讲到一个故事 扯到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又扯到一个故事 马拉松战役指挥是谁指挥的 米泰特指挥 米泰特老爸干嘛的 他书生干嘛的 怎么去做那个城市国王的 怎么怎么的 一点点往外扯 这本书的优点 因为他去过很多地方嘛 他描述了巴比伦 描述了什么埃及 让我们能够知道 当时的一个希腊人所看到的埃及时代 比如说 我以前讲了一个著名的事情 他没有见到埃及的那个石神明像 他那本书没有这个记载 或许到当时来的埃及是看不到石神明像的 他就知道我第一次讲故事 或许 现在很多人分析那个时代 石神明像是被沙土掩埋的 所以他这本书没有记载 但是他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 神的故事记载 特别多 动不动就信一个什么神 有的东西他可能是为了文学衬托 比如说斯巴达国王利亚恩大算了个神域 要么斯巴达国家有个王要么我死掉 所以他为了文学上衬托 但是别的东西他说 神啊 算了一个神域 最后怎么这么解释 最后果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写了很多很多 然后这人也有缺点 他写的东西 他写的东西 他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他就说我出去旅游了 很会说的人 我出去旅游回来以后告诉大家一堆稀奇古怪的事情 他属于这种情绪 特别他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他讲希腊的那部分是很可惜的 为什么呢 他不能乱讲 马拉松战里死了192个人 可能他在雅典讲这个时候 雅典人都疲劳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速度是精确的192个人 最后我当时看他叫埃及 他一直跟大家说我去过埃及了 埃及跟我们希腊很不一样 埃及有什么什么 埃及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那么基里面有多少是坚实的呢 他说埃及跟我们怎么不一样 全世界的男人小辈的时候站着 女人小辈的时候顿着 但是埃及男人小辈的时候顿着 女人小辈的时候站着 你们说这个话能相信哪 这就是属于他 属于那种 跑来跟大家吹牛那种 让大家觉得经常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属于这种心 他的最后移民图拉 图拉是什么呢 雅典 纠结了很多人到南伊达域去搞了一个殖民地 他就移民图拉成为一个图拉顾名 对他人生的基本大贵人 他那本书在在中国今天翻译 叫希腊波斯西波战争史 因为他主要是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线 来讲这个意思 比如我们以前关于密地帝国很多故事 也基本上是靠他这本书自带下来的 这幅雕像就是希腊多德这一段 希腊波斯战争进入到后面这个阶段 接下去希腊人就开始反攻了 反攻的这件事 基本上希腊多德那本书写到希腊联军 把波斯布鲁斯海洋站立回家 后面就没写了 反攻的时候造谣是斯巴达国王 我写出一个宝萨尼亚斯 宝萨尼亚斯他是领袖 他率领希腊联军 就是小阿西亚那些城邦嘛 跟波斯人一个个打过来 全部把他们解放掉一样 但是斯巴达这个国家 他有什么特点讲过的 生活很严酷 每天军事训练 一旦这种战争 宝萨尼亚斯将在外面 军民有所不适 他率领军在外面打仗 他马上就腐化了 没有这个意思吧 他是斯巴达国王 他在斯巴达国内他没什么地位 他在外面是军队的最高领袖 谁都得挺他 所以他马上就腐化 干了很多坏事 造成很多小阿西那些城邦 还代表去斯巴达国王 告诉他 你们这国王在外面干什么坏事 最后斯巴达政府就把他招推 所以宝萨尼亚斯招呼 你不让在外面领域打 我不让他打 斯巴达军队全都回来了 不让他在外面再惹身上飞了 结果斯巴达就退出了 也就是说反击反击到一半 斯巴达就不玩了 不跟波斯人打了 反正我们希腊本土守住了 对吧 我们再讲这个蒂米斯特瑞斯的结局 宝萨尼亚斯回到斯巴达以后 有人发现他领通波斯 这个故事也很奇怪 普拉提亚战役是他领导的 他领通波斯干嘛 波斯人在斯巴达家门口 他不领通波斯 等到他反攻波斯的时候 为什么呢 有人发现他跟波斯人写避空信 什么信呢 他说我们军队马上要来了 这里不是还有一帮波斯贵族生活在这里吗 赶快逃 这种信力就算是里通波斯 被斯巴达阵发现了 你既然里通波斯死了 大家知道斯巴达国王是没有权的 最后他们就叛弹死刑 结果他不是死的 他逃到一个神庙里去逃脚 在一个神庙里 大家不能在神庙里抓人 也不能在神庙里杀人 好像活活地死了 就把大家这个结局 那蒂米斯特瑞斯的结局也不好 为什么呢 他们在调查宝萨尼亚斯的时候 发现了蒂米斯特瑞斯也干这件事情 给波斯人写信 快逃吧 再不逃我们希腊军队就来了 是吧 果然很多波斯贵族因为蒂米斯特瑞斯血系就逃掉了 所以当时呢 应该是这样吃 loose 就是战彩打完蒂米斯特瑞斯莱获得极高的荣誉 很多欲得非常高的荣誉 我之前讲的是奥运会的运动是 奥运会,就是在公元前四季 就是萨拉米斯湾战役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又举办奥运会了 这时候波斯军队已经被打卷了 进场的时候,本来大家都是给运动员鼓掌的 作为观众进去的时候,大家都给蒂米斯托克利鼓掌 他达到他人生的顶峰 回到雅典,雅典有个什么问题 你一个人权力过大,你是全国军队的领袖 荣誉过大,接下去你就倒霉了 结果,阿里斯蒂德通过没办法 把蒂米斯托克利给留法,通过贝克留法 结果蒂米斯什么权都没了 他也不能做将军的总司令了 不能做军队的总司令了 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因为贝克留法对人是没有什么破坏的 是你不许在雅典,不许生活在雅典 雅典你也不能在雅典当过,你就到别的国家去了 结果,当他在别的国家生活的时候 生活到太年明明的时候 斯巴拉政府给雅典政府一些东西 我们在调查伯萨尼安斯的时候 发现你们蒂米斯托克利这个人也跟波斯贵族死亡 结果,雅典以这个为证据,去通缉这个蒂米斯托克利 蒂米斯托克利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觉得在希腊待不下去了 逃亡 不讲他怎么逃了什么 最后,你们猜猜他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波斯去了 波斯国王薛西斯已经死了 薛西斯的儿子久了一天 当年是你把我们打败的 现在你逃到我这里来了 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波斯国王觉得很有用 他就觉得给他一个人封地 给他一个人养着他 为什么呢 很多波斯贵族感谢他 我们跟大家说的,他写信给波斯贵族 我们希腊军队马上要到这个地方了 你们赶快逃,波斯被我们杀了 那些波斯贵族就逃回去 逃回去就跟波斯国王说 你看,他救我们,我们 蒂米斯托克利就生活在波斯了 结果再过了几年以后 希腊人,雅典军队长不断的进攻波斯 往后面回家,把波斯打得非常惨 这时候波斯国王把蒂米斯托克利得到 那些打我们的雅典军队 都是当年你的部下 现在我请你率领波斯军队 抵抗他们去 在战场上,如果你见到那些部下 他们还会打你吧 这时候蒂米斯托克利就很矛盾 他的心情很矛盾 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的以前的组络 和以前的军队呢 而且我现在是波斯国王手下的一个臣民 波斯国王给我下了臣民,我又不遵守 他选择了什么结局呢 他就服务毒药自杀 提米斯托克利得这么一个结局 雅典很多政治家最后的结局其实也不是很好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蒂米斯托克利斯和阿里斯蒂德两个人是对立两派嘛 雅典里面两个政党嘛 蒂米斯托克利斯下台了 那么就阿里斯蒂德掌权了 掌控雅典政局 他成为里面最厉害的人 阿里斯蒂德其实这个人 他在马罗洞战役的时候,他就是十个将军之一 我不是说雅典有十个将军吗 他就是十个将军之一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做得很大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雅典以及埃西托克利伯建立起席洛同盟 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席洛同盟 看看这个希腊地图 斯巴达不打了 特别是小雅典这些陈方 他们觉得波斯早晚有一天又回来打他们 现在把他们都解放了 所以他们都主动的要去跟雅典结合 并且以雅典为门主 这时候雅典就 这里有个岛叫提洛岛 提洛岛传说是个圣地 传说阿波罗尔和迪安娜这两个神 太阳神和月亮神是在那个岛上出生的 希腊神话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们就选择提洛岛 作为他们联盟的总督所在 我们今天北约是德鲁塞尔 所以这个同盟叫提洛同盟 同盟的金库是在提洛岛 雅典以及埃西亚各个国家 组成一个巨大的同盟 在海上组成了同盟 把他们的同盟的金库放在提洛岛 阿里斯蒂德这个人 他是作为雅典政府的代表 还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把什么东西 把什么铁锚扔在海里 表示我们这个同盟是牢固不可破 怎么怎么的 组成同盟以后 他们有一支庞大的海军 这支海军他们建立这个同盟海军问题的时候 就是惊恐波斯帝国 劫列海盗一样的行进 去抢夺波斯帝国的财富 来补偿我们过去的损失 写在他们对我们的条约里面 于是雅典的海上帝国就兴起了 大家看雅典在陆地上其实就是个海洋帝国 雅典的主地战略叫三列甲战略 这张图是今天人们复原三列甲战略的图 平时开的时候是翻 翻,风一吹来开 但是呢,它上面有一种花脚 花脚,就是三列甲 打仗的时候怎么打仗呢 据说是首先用船头去撞人家 船头去撞,就是船头包铁皮的 如果你从侧面撞上这只船 就把这只船一撞为二 船就得撞 船接上以后再跳上去,刀砍,这种 再冲上去,再冲到船上去打 这是三列甲战略的 这是一个考古发现的 是一块石头上面有个浮雕 浮雕上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出 当时的三列甲战略 你们那些人怎么划场的三列 三排脚 大家看过好莱坞19世纪 有一个电影叫《冰须》 在谭坦尼克这部电影之前 获得奥斯卡卡最多的一部电影叫《冰须》 《冰须》里面有一段镜头 不过冰须讲的是罗马帝国的时期 有一段剧头就是两个舰队 两个三列甲战略 罗马和马其诺的大战 这三列甲战略的大战略 这三列甲战略的大战略 应该说比较符合历史上的那个 珍惜的那种战争 海军的重要性 雅典这个国家完全是建立在海上的 这里有一个给大家读一段文字 叫《韦斯罗芬的雅典亭治》 据说斯罗芬这个人写了一本时候叫《雅典争治》 这不是亚斯罗芬的雅典争治 但是现在人认为这个不是斯罗芬写的 所以叫《伪称的雅典争治》 海上的统治者能够做成 陆上的统治者只能有时做成的事情 即毁坏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土地 因为哪儿没有敌人或敌人的雅典 就能延迟航行,上岸决裂 即使遇到攻击也能跟船离航 这样做就不会像一个来自人的步兵那样不知所从 此外海上的统治者能够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出发 航行到任意和他愿意去的地方 但陆上的霸国就不能远离自己的国土 进行冬天的行军 因为行军羁绊 徒步而行的士兵也不能带上长时间的粮食工艇 况且徒步行军的人需要穿越过的地区 要么是友好国家 要么他们得通过他们的战斗来征服他 但是对于航海的人来说 哪里他要是强者他就可以站住了 哪里他是弱者他就可以独在这个地方站住了 而是继续航行直到一个友好国家或者一个比他弱成的国家 还有,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承受 轴四降临到庄塞山的灾害 就是发生什么那种,农业上发生旱灾 海上大国却容易进入 因为整个世界不会在同一个时候全都发生灾难 海上同时也就可以从一个繁荣的国家得到供养 这篇是希腊人写的 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对于海军这个重要性的认识 而且我们看希腊地图也是 他这个爱奇兰这么多岛 雅典当时的海上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大 公元前478年,提罗成功建立 继续对波斯进行战争 到公元前466年的时候 纳克索斯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城邦 纳克索斯说,我们不跟你们雅典人结合了 我们要脱离雅典 我们不打了,我们不跟波斯人打了 然后雅典人认为这是谋犯 雅典就派军队把纳克索斯占领 大家理解了,本来这是个统门 大家团结在雅典周围 大家希望依靠雅典来打波斯 结果,这些国家变成雅典的蜀伯 明白这个意思吧 被雅典统治了 雅典已经不是用什么来解放大家了 雅典变成个统治者了 公元前466年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纳克索斯的这件事情 雅典派军队把希腊一个城邦给占领了 变成统治者了 接下来是有欧里维丁和口之战 也是公元前466年 雅典将领克门一场战役 这个战役发生在哪里呢 雅典还有提洛托门在这里 这时候瑟雷斯、马西东 还有这种地方已经不属于波斯了 克里特套也贵雅典了 连塞伯诺斯都被雅典控制了 雅典一会打争了 波斯洋派出十五万大军 又组织一次庞大的海军 波斯洋这次海军有多少规模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当时雅典的海军有六百生军舰 然后波斯洋就顺着这个地方走 小阿西亚喊来找这种大军 十五万大军加上他的多少艘军舰 这个河口 伊勒尔强河这里有个河口 雅典的克门 就是米特奈他的儿子 率领多少陆军不知道 海军据说有六百生军舰 就在这种军舰 就在这个后 同一天内在海上和陆上都把波斯的军队打得全军覆盟 这是克门这个将领人生的最高程序 这场战役非常成功 据说这场战役打完以后 后来的史实上夸奖克马 说任何地方以海岸骑兵一天能走的距离里面 找不到一个波斯人 整个海岸骑兵能走一天 骑兵骑 换句话说,雅典的海军在这里登陆 骑兵能走一天距离的海岸线 距离大概几十公里这个范围 找不到一个波斯人 这就是克门的这个战争 雅典越来越厉害了 最后西波上战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 雅典军是愈迁埃及共议 为什么呢 埃及人发生派乱 要推翻波斯的统治 雅典得到这个消息 庞大军队进入埃及 净任埃及 这场战役一打打了六七年 大家想一想 雅典这个国家 看看这种小国的力量 雅典的国家人口多少 雅典最多时候人口就十万二十万 雅典能出兵出几万兵已经不得了了 埃及当时都能打一个国家 埃及随便找个城市地匹斯就给雅典打 埃及都打一个国家 波斯都打一个国家 雅典这时候已经是打到这种战 不能说是雅典去征服埃及 还是占领埃及 只是雅典帮助埃及去打波斯人 当然这场战役最后跟雅典打了 打了六年 最后波斯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雅典是海军厉害的 海军就顺着尼洛河进去 看着船 当时这种船也不是很大 因为埃及本身就很狭小 就是尼洛河两边嘛 雅典海军到了哪里就被雅典打 波斯军队最后怎么办呢 想了一办法 尼洛河这条河水也不是很多 波斯人在尼洛河边上乘雅典人 不注意挖了一条沟 把尼洛河水给放掉了 雅典军队船就轰轰 变成陆地上的情报王 雅典的陆军是不行的 一下子就被波斯人打败了 这场战役打结束以后 西波战争算告一大闹了 为什么呢 波斯人也就没有能力再去打希腊人 波斯人也没有能力 根本就没有能力出兵打希腊人 只有被希腊人打的算了 希腊人也不可能去占领埃及 也不可能去占领叙利亚这些地方 所以西波战争就告一大闹了 雅典就走伤了雅典帝国 也是民主帝国的一个典钟 雅典这个帝国有几个特点 海上帝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国的 依靠海军的国家 它又是商业帝国 传统的文明国家都是依靠农业的 雅典自己不中粮食 雅典是靠进口粮食维持生活的 是商业帝国 雅典又是个民主国家 这三点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那么今天就成正 好吗